2022年12月10日是联合国制定的国际人权日 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发表声明 呼吁中共停止在新疆的种族灭绝 在西藏的镇压 对香港自治的侵犯和全球性的跨国镇压运动 伯恩斯说 74年前的今天 联合国通过世界人权宣言 美国深切关注中国未能履行国际承诺 来保护世界人权宣言所保障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为此美国向中国政府呼吁 停止在新疆持续存在的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 停止在西藏的镇压政策 停止违反对香港的自治承诺 停止任意拘禁和平公开发表意见者 停止在53个国家设立102个警察站 所实施的跨国镇压运动 美国持续支持和平抗议的权利 宗教自由 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和民主法治 评论人士指出 除了伯恩斯大使提到的上述罪行外 中共正在国内以疫情为掩护 大肆建造隔离集中营 像二战时 纳粹关押犹太人一样非法关押民众 已经激起了民众的反抗 爆发了众所周知的白纸运动和火焰革命 随后黑警对抗议者进行暴力镇压和秘密抓捕 中共同样犯下了累累罪行 庆祝难输 只有消灭中共 这一切罪恶才能彻底停止 有给方钮 散工训者 雷区 一切网络 散工训者 软废